习黄亲自下命令 禁止疫区省委书记进京 秦刚言论引发外交风波 最新动态在影关注 英国进中共大使进议会 战狼宣称坚决反击 恒大员工爆料 许家印老婆和高官提前跑了 新一轮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已导致多地官员的乌纱不保 香港媒体最新爆料称 今年5月广东省疫情延烧之际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接连缺席中共百年党庆的高层活动 原因是习近平当时不准李希进京 香港媒体明报9月15日的署名评论文章表示 5月底6月初的广东疫情 官方应对失当 小区封控措施未能落实到位 造成社区传播 引发中央不满 习近平不准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进京 参加建党百周年庆典 理由是让他亲自坐镇 以防疫情死灰复燃 广东上月处分了包括广州市副市长在内的数十名官员 后来在江苏 河南 云南等地都有地方官员因疫情被查处 今年中共百年党庆前夕的6月25日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学习之前 习近平率一众官员专程到北大红楼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旧居封泽园参观 6月25日央视播出的视频中 无论是习近平带领与会者集体参观北大红楼 以及中南海风则员毛泽东居所时的场景 还是政治局成员集体学习时的画面 都没有出现中央政治局李希的身影 搜索发现 中共政治局在北京进行集体学习的当日 新疆 重庆 上海的一把手陈全国 陈明儿 李强 均赴北京参加 当时中共官方没有披露李希缺席中共高层活动的消息 也没有解释李希为什么会缺席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 李希今年5月25日在人民日报撰文 奋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 在这个时间点对习表中引发外界想象 《明报》的文章还称 近年来大陆爆出疫情导致很多地方官被处理 最近福建爆发的新一轮疫情快速升级 并已蔓延到多城市 外界关注当地是否有官员因疫情被查处 福建是习近平长期任职的地方 也是习亲信中组部长陈希的家乡 今年福建出身的官员纷纷上位 向各地输出官员甚多 福建出身的闽江新军 与浙江出身的浙江新军 已成计较之事 8月底应在一场美中关系主题会议中 要求美方人员闭嘴而闹出外交风波的 中共驻美大使秦刚 近日出席了美中贸委会的在线会议 并发表讲话 秦刚呼吁中美建立稳定且具建设性的商业关系 尽管两国正在努力解决政治和贸易分歧 据媒体报道 秦刚9月13日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线上会议上 向美国的一些主要企业CEO拉拢 秦刚在讲话中说 根据美中贸委会的最新调查 美国工商界最担心的是 中美关系的困难和挑战 给工商界带来的不确定性 如果把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巨轮 长期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这艘巨轮的压仓石和助推器 越是风高浪急 越要把压仓石加重 给助推器增力 使中美关系的巨轮顶峰破浪 奋力前行 秦刚指出 面对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的担忧 它能缓解的就是来自中方的确定性 即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中国一如既往的欢迎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 它强调 中美贸易和经贸合作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性 不来自中方 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 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则 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切实努力 国家评论近日报道指出 秦刚8月3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不公开视频会议上 发表了有失外交官礼仪风范的不当发言 当时曾在奥巴马时期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 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的 乔治成大学教授麦艾文提问 美中各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双边关系 秦刚回答说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我们的分歧 请闭嘴 这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到惊讶 在美中关系僵局之下 素被认为有所谓战狼风格的秦刚 一方面对美国政界表现出强硬立场 另一方面则向工商界拉拢 外界认为这才是秦刚战狼捧色 不过也有报道指出 秦刚面对在国外围堵他的中国访民明显乏力 9月15日有自称是广东司法腐败受害者的网民发布视频 称在秦刚大使伏笛请愿 请秦刚大使兑现全力为广大侨胞办实事 解难事做好事的承诺 履行大使职责 结果遭到四次围堵的秦刚 未作出任何回应 英国议会上下两院议长9月14日决定 禁止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 参加次日在英国议会举办的活动 原因是中共当局制裁多名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英国议员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 将做必要反应 在遭遇多名议员抗议之后 英国下议院议长林塞霍伊尔爵士和上议院议长迈克福尔南爵 14日做出裁决 在中共解除对英国议员的制裁之前 不允许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 踏入英国议会大厅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对此回应称 英国议会受个别反华议员挑唆 不同意在议会大厦举办有中国大使参加的活动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 中方对英国个别反华议员实施制裁 是针对有关人员恶意散播谎言和虚假信息 英方单方面制裁做出的必要反应 完全正当合理 对于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言行 中方历来坚决反击 绝不姑息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教授分析认为 中共用战狼外交的方式进行国际竞争 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国内和对中事务的反击 现在看到了英国用具体的方式作为回应 主要也是因为英国议员被中共施以所谓的制裁 这些议员只是为了声援民主人权相关事务 就被中共外交部和官方列入制裁名单 事实上这不只是在英国 也在欧洲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董思琪教授指出 这是英国议会对维护民主自由价值观所发出的信号 同时也是国际民主联盟围剿中共的信号 恒大金融财富公司旗下 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爆雷的消息传出后 大陆各地出现投资受害人维权 喊出恒大还钱 许家印还钱 大陆媒体披露 目前恒大集团创办人 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妻子及恒大高管 均已提前完成兑付 河南商报网9月15日报道 据恒大财富内部工作人员 恒大财富投资人李某说 目前许家印妻子丁玉梅 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及其父亲等 一众恒大高官均已提前完成兑付 李某提供的资料显示 目前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 超2300万款项已经完成兑付 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及其父亲杜某 投资的990万元 目前也已完成兑付 恒大财富高层唐法骏投资的100万元 目前已经完成本息提前兑付 恒大财富高官李文廷 王灿然各投资的30万 50万也均已完成本息的提前兑付 有网络视频显示 恒大投资人13日 赴恒大深圳总部进行维权 不过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的一席话 不但没有安抚投资人 反而是提油救火 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在视频中称 我确实在5月31日赎回了恒大财富 原因是因为我家里有急事 读量话才说完 恒大投资人怒怼大喊 那我们呢 我们也有急事 我老爸都住院了 上百名投资人担心手中的资产成废纸 高喊许家印还钱 当地警方也出动 大批警力维持秩序 恒大财富日前向投资者公布三种兑付方案 包括现金分期兑付 实物资产兑付 冲底购房尾款兑付 但是有恒大投资人告诉媒体 许多客户无法接受这三种兑付方案 文件发得比较突然 公司也没有组织投资人大会进行沟通 恒大财富大约有300至400亿元规模 涉及投资人接近10万人 目前许多客户无法接受这种情况 正在到处维权 9月10日 许家印在恒大财富专题会上说 要确保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尽早全部兑付 一分钱都不能少 不过许家印的一番话 未能消除投资者的顾虑 知情人透露 恒大曾向员工做出承诺 但都没有兑现 如今已经有高管跑路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